很多年之前有個系列叫做帶著娘娘去旅行 時間上都過了五年 一直都沒有跟家人去過旅行 今次就趁新年在極寒之下帶家人來一個自助鐵道旅行 由東京去新石再去月後湯澤 再去興井澤再去東京 九日旅行轉足五次酒店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希望你們可以給個like和訂閱我 事關你們的支持是我拍片最大的原動力 我們的旅行就由Day2開始 今天就是我們用JRPass的第一天 價值27,000日圓的五日JRPass 可以去新石和長野 昨天一到日本 隔在機場的JRPass Service Center拿一張Pass 之前在KK Day已經預訂了五張JRPass 連續五天 大家不要不見這五張JRPass 每一次進去就記得要拿回去 不拿回去不會補法 就預訂了明天由上野 即是我們住的酒店去新石 兩個小時後就會去到新石 即是我們就來東京 通常都只是去新石 涉谷這些比較多人的地方 為甚麼選上野 因為它是一個JR大站 距離成田機場都只有一個小時的路程 非常之適合短暫平流 然後用新幹事去旅行的我們 自己也是第一次來上野 我目測就看到很多那些vintage 有很多這些軍用品店 我家人超喜歡看 比較沒那麼touristy 真的像日本人的地方生活 今早的checklist就是去大黑屋 還有看中古店 但是我第一件事 就要找一間咖啡店 來開啟今天的人生 現在就進去了一間很隨便的咖啡店 好像齊木腩虹 吃布丁的咖啡店 是有那種超和式的咖啡店的感覺 我決定今次這個行程我要慢活 去感受一下旅行這件事 不要太tactic 吃早餐了 很想吃Pancake 哇好香啊 這杯好有薑味 早上起床喝一杯薑茶 喝完馬上淨身亂了 我理想的日本式早餐 這個體驗絕對是世界第一 基努仔吃Pancake 日本的熱香餅是厚過香港的熱香餅 我以為它是兩塊熱香餅 原來它是一塊熱香餅 乾了一點點 旁邊這裡很焦 這個早餐吃了1800元 有海洋金波的Vintage 很有個性 很少看到這些袋袋 好像PUVG會看到的東西 在看Vintage衣服 有什麼特別 新衣服 7、8元 這個東西 我這件衣服 Alfred Industries 有沒有感覺 哇 很燙啊 拍片最大的敵人 是天氣 很冷啊 突然下雨 原來日本濕冬是世界第一 冷到我的手僵了 完全不想拿著 如果大家這條影片很碎滲滲滲 就是因為日本太冷了 原來在這麼冷的天氣之下 真的會很Hangry 所以唯有隨便陷入餃子之王醬吃東西 竟然今天是去吃餃子之王醬 其實是炭水之地獄 太冷的天氣 真的令人不想走路 我想說這間很大油 懷疑它的抽油煙機壞了 然後後面是很煙霧 菜麵 菜麵都好 菜麵都好 菜麵 果然來餃子之王醬 叫做最傳統的餃子 餃子之王醬 餃子的好吃 但是其他東西就見行見智了 這東西抽油煙機壞了 整間門口很厲害 煙霧來玩 就能見到等於能快點出去 嘩好痛啊 我平時都是燈神 通常去哪裡就不下雪 但是這次我很幸運 破燈 坐破鐵太武力處 下雪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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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雪了下雪了 下雪了 大家看到嗎 原來是這麼浪漫的 人生Bucket List又完成一個 我真的很開心 真是人生第一次 有經典的時刻 它的雪花是很大顆的 就是這樣走路 很棒 APA Hotel 雪是四房八年飄過來 其實昨晚就是住這間APA上野站 藍 現在拿回行李去新式 我覺得這間酒店挺好的 然後因為晚上來說 它旁邊也有很多小店 不怕沒東西吃 旁邊的生活也挺便利 有些71在旁邊 又有Family March 價錢上也不太貴 房型上來說就是普通的APA房 三個月 完成一次搭新港線 覺得很有趣 新港線 他們堅塵溶奇 由線頭到線尾 然後買了一支熱茶 這麼冷的天氣 果然是要瘋狂喝熱茶 作為我家唯一的壯丁 沒錯 所有行李都是我拿的 我常常看過日本鐵路 我覺得現在很興奮 有時覺得自己真的有種燈力 有什麼理由離開東京 東京才來下大雪呢 難道連天都不喜歡我 躲身降線的兩小時 當然要拿來過片 否則片不見了怎麼辦 如果你有去旅行拍過片 你就可以容易發現這個問題 還有Android去iPhone 簡直是這個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過片去電腦有時真的很慢 特別是當你用iCloud 然後家裡的Data又慢到 加零一的時候 真的很頭痕啊 但是我這次旅行就準備了它 就是Sandisk iExpand Flash Drive Lux 雙用手指 幾個優點幫你保存你最珍貴的 旅行回憶 我最喜歡它很小 很容易收納 就算袋多小都可以放進去 還有鑰匙洞 可以非常方便 隨身攜帶 還有它還用了螺旋式的設計 就算你亂放都不怕壞 它的Adapter頭都可以保證你完好無損 還有第二件事就是 它很夠方便 一隻USB這麼小 已經有Type-C頭 還有Liceline的頭 完全是幫到用iPhone的用家 因為我們是用Liceline 還有MacBook用Type-C頭的我 就可以很輕鬆地在iPhone、Android 用Liceline線和Type-C插頭的裝備 無通地轉換 就算去旅行的時候 朋友幫你拍完影片 雖然他在用Android 都可以把這個插在不同人的iPhone 或者電話上 就可以拿回很高質素的影片 那就不用WhatsApp來傳 然後拿到的影片全部都起了 這隻iExpand USB 還可以自動備份 只要你一開始用的時候 按了這個自動備份的功能 之後在每一次插入手指的時候 iPhone上的相片和影片都會自動的 那所以呢 我們去旅行 最珍貴的回憶 就可以永久保存了 順帶一提 就是除了相片和片 你的file都可以save在這個USB上 還可以用iExpand的Drive App 用密碼去保護我們的資料 就算USB有了入 不見了 就不怕其他人撿到USB 然後看到你最珍貴的資料 一按進Infobox那條link 還有折扣 快點按下去看看 過了一個多小時的車程 就來到新色 是不是讀新色 是不是讀色 還是新色 Nikita 新色的第一印象就是NGT48 它們下雪好來 和它們的米很好吃 這三個就是我的checklist 剛剛做了一個小小的research 原來它們的蟹都很好吃 終於來到 又不是很冷 新色感覺是乾一點 去酒店check-in 先放下所有東西 一個行李箱很大 好累啊 鏡大雪 然後這對鞋子又很刮腳 很難找 這間酒店 不過這間酒店的空間感真的很大 和大家來個room door 今次去新色住的第一間酒店 ANA Crown Hotel 它是IHG Hotel Group 旗下的 一間房子都很大 我住這間的房子 就是9000日圓 是一間單人房 9000日圓 大概是500元一馬 開箱一下這間房 首先進門口 廁所 有個很正的浴缸 它很好 還給你一些浴缸 今晚要回來就不用了 捉到地上 全都是這些箱 這樣可以聽到這個小箱 一個大箱 接著就是一個索尼的電線 希望你睡得好一點的東西 第一次見酒店有蒸氣眼磨素 那張床 給大家看看眼睛的 其實真的很適合 有餘 你就可以看到夜晚的新色 媽媽他們出去吃飯 我決定今晚小小早點睡 我是特地訂一間有finish room的酒店 然後我洗完澡 現在就來做健身 很多不同的雅力 我沒有其他可以做 做完健身 是24小時的健身房 如果晚上睡不著 就可以想在外面只有3度 早晨 來到Day2 繼續在新色的行程 現在的時間是1點17分 很久沒試過去旅行 這個時候出街了 來新色就是為了去月後湯澤 滑雪 和去看雪 既然昨晚都看了雪 已經是完成了我的小小目標 新色的蟹也是很出名的 所以我們今天第一個行程 就去吃蟹 好 帶你們出去 我覺得我需要買一杯咖啡去開啟我的一天 昨晚來的時候是很災難 很大雪 但今天呢 就轉了天氣 像是香港13度的天氣 但相反 今天東京就大雪 我決定要進入一間Lorsen 好 用咖啡開展完我的一天 你們拍下 為什麼你們可以在日本YOU買這麼多東西 一天便宜 新色它有一個叫做 Tier Bandai的地方 可以給人吃蟹 和燒海鮮 之前看新聞呢 他這裡的中學生 每人的Lunch 有一隻重業鞋 Tier Bandai 大家認住 雖然說是一個魚市場 但其實呢 它是一個綜合式市場 有些Bakery 有些Cafe 然後有些貨櫃 都可以在這裡花一兩個小時 我們現在租了一個溝通困難 就是我看到有海鮮 但我不知道怎麼跟他們溝通 究竟是怎樣BBQ 我到現在都在這裡 整個腦都在問好 怎麼做啊 溝通不了也不是辦法 為免我家人Hangry 所以我決定找一間食物先 終於坐下了 去了一間梅轉壽司 目測它是便宜過壽司 有布甸 有布甸 焦糖布甸 阿妹我們一起吃 這樣的 超好吃 超多焦糖 柚金魚 柚金魚是世界上最好吃的 我好喜歡吃 又來 這個是魚子抹茶味的布甸 今天是封堂吃布甸的日子 五個人 吃了9410元 這裡就是那間Bakery 現在叫Barrow Coffee Bar 後面這間Base Standard 只是買Black Coffee 如果我喝拉提 我就在這裡喝 那我一會兒就在這裡喝拉提 我看到那個拉提 好棒 日本的小店很有感覺 超越限定的 它的奶很豐富 這個很好喝 而且它的奶泡完全不會太好吃 很嚴密的奶泡 厲害 終於醫院好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慢慢逛魚市場了 一進去你就會看到 新式最出名的紅葉牌 不是 我們兩個人買一隻 那真的要一隻大 這是重葉牌來的 是啊 紅葉牌 我們價了4000元這隻 因為它最貴的 這裡的蟹已經熟了 如果好吃的話 我們再買一隻蟹回去酒店 熟了 洗一洗就可以了 然後它說在那裡有個地方可以吃 除此之外 還有很多明馬實價新鮮的海鮮 抵到懶 真的 1400日圓 我要買這個來 滿足一下自己的慾望 1600日圓 一場來到不是買 現在就去吃蟹 最尾那裡 就有個完美空間可以吃蟹 其實我喜歡吃軟殼的蟹 軟殼蟹 不是啊 可能因為我們平日去 吃東西的地方只有我們一個人 大家知不知道 五個人的海鮮大餐買了多少錢 有蠔有蟹有刺身有炸物 10000日圓 太棒了 4000日圓 這隻蟹 打卡時間 好棒 每人一隻 唉 is deg 海鮮 現在就要整隻 一口 一個 一個 enterprise 有味道 有 extrem 很放 這個 走在走 真的是 這個 好像的好吃 跟了 吃蟹咪的蟹太多 馳 乳 就是感覺很入味 牆蟹很好吃 很棒 這個價錢 прис caut 當時雪凍的蟹都買不到 嗯 好吃 是不能燒海鮮的 差一點 結束了在這裡的一天 東西是6時關門 來日本我就是為了看雪 我就是要這些 下雪啊 原來是這麼累的 好冷啊 每次是冷 我自己成生 把雪打來臉 原來好像下雨 我怕我現在成生乾淨 下雪